好 台灣共產 周圍共產 晚安 我是澳國珠 此季連開兩天的記者會 都在三點半周我們節目的當中 那麼先開的記者會在星期一 說要宣布內湖原區撤案了 但最後結果告訴大家 此季你已經無權宣布撤案 那麼昨天這個時候又開記者會 請來是美國總會的副總執行長葛紀舍 親上火線反駁什麼呢 反駁他們有炒股 責任都推給了理財專員 但是今天看到報導 大家恐怕才發現 哇 其實呢 葛紀舍本身自己就是理財專家呢 在美國可是主持過財經廣播節目呢 那麼責任推出去為什麼呢 嗯 這樣好嗎 所以這兩天記者會有人這樣評價說 此季恐怕是越說越不清楚了 但今天我們繼續告訴大家的是 此季沒說清楚事恐怕還很多 為什麼辦學也會有特選 來看到的是呢 台南市政府這個最新消息傳出來說 幫此季在服務地租 連立法院也曾經幫此季修過法條 我們要看到是 此季呢在全台各縣市 都有蓋園區 內湖也是一個 此季內湖園區嘛 它的SOP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會帶大家來做揭秘 最新的狀況 待會兒帶大家好好的來掌握 那麼現場的來賓為您來做介紹囉 我們首先第一位介紹的是 文化大學教授邱毅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今天為您請到的是 國民黨及台北市議員王鴻為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我們在右手邊 第一位請到的是呢 資深的時事評論員 沈副兄 沈大佬 你好 大家好 好 另外今天請到的 另外一位財經專家 是蔡以珍 國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就帶大家趕快來看看 今天要從哪裡看起 我們從葛技社 昨天為大家來解釋 所謂的潮股這個問題來看起 但實際不認為有潮股 在美國也確實 2005年買過了 1400萬美金的這個股票 但陸續都出脫了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 還是成為在國內的 財經專家們認為 很有問題的呢 包括投資的標的之外 葛技社我們知道呢 他是醫生出生的 所以沈醫師今天請您來 你現在是這個學弟嗎 你是台大醫學院畢業的 現在是持生專家 他是我的學弟 是柯P的學長 畢林小比柯P大 他少我十二屆 然後大柯P八屆 因為今天早上我看到他的名字以後 因為他裡頭旁邊有一個小檔案 說他是台大醫學院 所以我就好奇了 因為我手邊都有一本這麼厚的 這個警服同學錄 這個熊志志時代第一屆 總讀府醫學校到現在 上萬的人死了也算 都在裡面了 所以我去翻了一下 性格的只有五個 那有一個是女生 還有有一個我認識的 那剩下三個 那剩下我稍微點一下 有一個是在page第二十二頁 那很老了 大概也死了 所以剩下兩個 那這兩個我就對一下 這個起碼少我十屆 十屆 十二屆 我看起來看那個 今天他在頭本頭條的照片 好像年紀也不小了 但是我後來再查一下 他果然就是他一個 所以他是 什麼叫他果然就是他 他整整少我十二屆 那他看名字就知道 為什麼果然他就是他 你們翻那個名冊 不是不是這樣 因為那個同學錄的名字 不叫葛濟舌 葛濟舌 葛濟舌他是後來改的名字 今天如果你們大家小心的話 看那個頭版頭條 他有一個那個什麼名牌 那名牌你細看 他的名字叫葛濁炎 濁是濁月的濁 炎是言論的炎 葛濟炎 對 葛濟炎是他的本名 我覺得葛濟舌 是他後來因為 介入慈濟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你看他的名字 濟 慈濟的濟 舌 就慈悲喜舌 所以我覺得道理大概是這樣 現在問題是說 他在美國有得到 那個氣管的措施 是的 而且他是主持那個 電台節目裡頭的財經節目 是的 這個對我們所有的 台大醫學院畢業的學生裡頭 有這樣背景 有這樣的作為的人 我認為少之又少 我覺得也是因為 有這樣的背景 他實際才會跟他搭上 是人家去參加的 你這樣子講 不不不 如果別人去參加 也不會升到這個位置 對 因為上有這個背景 所以他一定 就是說他不算是禮專 他大概也每天在講 大概都在講禮專的事情 所以他今天大家對 這個慈濟在美國所買的股票裡頭 有所謂這些邪惡基金 邪惡股票 他說大家不喜歡的 就把他拿掉 我覺得這個講這樣 講得太細鬆平常 太輕快了 我覺得今天慈濟的問題就是說 當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慈濟大概沒有感覺到 領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 因為他如果是第一天 就出來處理的話 我覺得比較好 他因為拖那麼長的時間 而且原因是說 實際找不到能言善道的名嘴 所以時間擱那麼多以後 你出來處理就不是只有四點 你就要切的 你要處理的 要比大家的期待更多更高 才會沒事 我覺得他今天一定很歐 他說我已經處理了四點 你們怎麼越搞越大 越搞越多 幹嘛我一早不處理還更好 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慢的話 你就要處理得要過分 這個寧可多不可少 今天問題是這些股票 到底邪惡不邪惡 有很多人會認為是不邪惡 石油公司 除非你很在意基因改造 或者是農藥 那個沃瑪 大概大家不會那個 他做過成績 夢深度那個 對 那個波音 波音其實大部分是 坐飛機跟坐太空船這些 那他大概有一部分 大概是說 阿巴基那些飛機 所以這個要看看你的要求 有多嚴格 但是問題是 因為你是慈濟的錢 慈濟的錢你 我佛是六根親近的 是什麼都不可以要的 我現在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我常常在台北市的 速食的那種吃大堡的店 我看到很多 尤其大概是密宗 因為他們都穿那種黃的 然後披紅的那種 加水 加沙 然後在那邊吃飯 我其實心裡頭 都覺得有一點不疑 為什麼 當然是速食 沒有關係吧 但是吃大堡就不對了 你管人家吃豆腐 不可不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六根親近 這個口腹之欲 我覺得也在出家人裡頭 的一個要求 口腹之欲 口腹之欲 我覺得口腹之欲 是所有的借條裡頭 最簡單的 如果你這一條都做不到 那我是有一點 心裡是有一點懷疑 那現在你說 你這個哪一個股票不要 哪一個不要 我就把它拿掉 我覺得這樣不夠 我覺得今天磁濟 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問題嚴重了 那磁濟的問題 我覺得有三個層次 一個是核心價值 中心思想的問題 我覺得上人 那天葉蘇珊說 上人搞不懂 為什麼大家不諒解磁濟 我覺得上人要好好想一想 磁濟的中指 磁濟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還有一個是組織結構的問題 懂事 融懂 哪些是可以佛到上面來 主導這些事情 誰有資格 是事業成功有資格 是捐錢捐多有資格 還是善於理財有資格 還是真正對各種的環保 社會事業才有資格 這個要考慮到 我覺得第三個更重要的 就生跟俗的關係 因為他們的僧團 不管這些事情 但是他們又是 人間佛教的一支 所以做了很多的慈善事業 都是人間的事情 所以都要委託 人間的俗人來做 這個生俗的互動 誰來主導 誰來決定 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覺得今天磁濟 應該要趁這個機會 要請全世界 全世界各個慈濟單位 負責在一個層次以上的人 今年夏天 找一個時間 通通回到花蓮來 然後由上任主持 開一個起碼圍棋 三天以上的夏令營 好好想一下 好好想說 我們以後何去何從 我覺得就算組織架構上 要翻天覆地的去修 我覺得都應該的 這是讓慈濟 能夠繼續走下去的 一個難得的機會 非得要好好地 徹底檢討一番了 當初的初衷 現在到底 為什麼會成為大家的質疑 這恐怕是實際 要好好來這邊 做完醒的地方嗎 這是今天 沈大佬告訴大家的 原來隔濟社 這位副執行長 是沈大佬學弟 但原來原本 不叫這個名字 所以今天查查查 還一下子找不到他這個人 投入得非常徹底 連名字都改了 真的是非常的 相信上人 但今天所有的投資 到底應該怎麼去看 財務有透明嗎 今天扯到了 所謂的邪惡基金 又應該怎麼看這邪惡基金 真的邪惡 還是其實大家想太多 大家要求太多 我們繼續又請這個 柳依珍帶我們來看 好 這個邪惡基金 剛剛講到的波音 到底算不算是軍火商 個人 每個人看法不同 但是鋼店那麼多 有問題的基金 其實這邊有告訴大家 為什麼有問題 因為他們都曾經出過事 對 所以那到底他們 實際應該怎麼好好管理 龐大的資產 我覺得第一個 我昨天看到葛濟社的 這個記者會 我非常的遺憾 因為他說 OK 我們以後會 剔除不當投資 對 其實我的看法是 根本你實際就 不應該做這些投資 完全不應該 那我要跟各位 講幾個真相 第一個 他自己強調說 美國的這些錢 都是在美國的 募集的款項 對 如果大家看到去年六月 外讀會的一個文章 告訴各位說 慈濟美國的這個 幾個 像執行長 叫黃祭牧 他們都有個祭牧 就有個祭字 對 他本身叫黃奎漢 也改名了 改名叫黃祭牧 就是穆拉德的 就是穆漢穆德的那個 對 然後葛濟眼就改成葛濟社 那他們呢 我必須強調 他們都是美國人 美國籍 而且在外讀會上面 還有資料說 他們呢 有匯了大概將近20億 台灣慈濟的錢 到美國加州去買房地產 所以這部分是讓我們 因為這是在外讀會的 這個資料上面 我看到的 那這個是在我們講到說 你對外宣稱說 這些錢都是在美國的 跟台灣沒有關係 那我必須第一個質疑的 因為包括我們在看到 南亞海嘯的錢 也到美國去 如果大家看到 南亞海嘯的細項 那也到美國去 好 那再回到說 那這樣的話 你慈濟的這個基金 雖然在美國 依照你的一個990的 就是一個公報的一個決議 你必須要公開明細 那大家仔細去看那個明細 有的買一個禮拜 有的買10天 有的買一個月 那個是標準的短線進出 那短線進出 你的標的又是 來我們看 這些我們對它來說 有一點社會觀感不佳 那有一種叫 為什麼我們形容它叫邪惡基金 邪惡基金就是專門搞什麼 就是買賣一些暴利的 那它呢是屬於這種 大家會覺得說 它是屬於比較不負社會責任 會被抗議的 像煙草 像酒類 還有像這個 像包括賭場 賭場還有跟戰爭有關的 這個都是我們認為邪惡基金呢 他們非常排斥的項目 那你看到 這次慈濟的公告的項目裡頭 英國石油 然後這個康菲石油跟這個雪佛龍 你看到他們都出過事情 比如說墨西哥灣 渤海 巴西 就漏油事件裡頭 他們曾經造成了環保團體 對他們的抗議 那沒有處理得很好 包括艾克森 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 那也是阿拉斯加的 這個漏油事件的主角 就你頭的這四家 都發生過事情 那當然我們還會想說 油價不是暴跌嗎 那油價暴跌 從一桶這個100多 然後幾乎腰斬的情況 那你實際的這個 即使是善款 你拿來做一個暴跌的一個投資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也危害到 如果你要保值 那這是信重的錢 那也是一個非常高風險的投資 因為我們想問的說 那你有沒有腰斬 因為油價腰斬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孟三都 孟三都剛很多人提到說 其實有人贊成 那有人反對 因為他們做的是基因改造 但是我必須告訴大家 全世界現在有52個國家 436個城市 超過200萬人 郵街出來抗議說 孟三都你做的基因改造